台湾媒体人说这高雄市场补选就是一场肥皂剧 其中一幕就是陈其脉对高雄的所谓爱情连续剧 那么请教邱教授 我们从最终的得票数来看 陈其脉到底有没有将所谓的霸函或者是挺菜的那股事 转换成支持自己的力量呢 陈其脉经过了两年 他做了很多的准备 尤其在这两年准备了以后 他得到了在台湾目前最有权利的两个人 也就是蔡英文跟苏貞昌全力的支持 以至于他拥有最丰沛的行政资源 他拥有最有力的一个高度 来参与这一场高雄市场的补选 即使如此的话 陈其脉也只是保住了绿营的基本盘而已 陈其脉并没有真真正正得到大胜 充其量他叫做小胜 陈其脉只得到67万票 与他口口声声谈的 要超越93万94万 中间差了27万票 这27万票跑到哪里去的呢 很明显的 这27万票是不满意韩国瑜 但是也不放心陈其脉 为什么不放心陈其脉 陈其脉在高雄是中国代理市长的 当时因为2005年9月太劳暴动 而被我揭发了高杰弊案 而高杰弊案里面 他的爸爸陈浙兰又是主角 所以陈其脉只好挂关求去 所以高雄人记忆犹新 高雄人对陈其脉的能力 对陈其脉的家族的贪腐 都是打不及格分数的 所以我才说陈其脉仅保住的 绿营的基本盘 他并没有大胜 他只有小胜 甚至严格来说叫做产胜 对陈其脉仅保住的